大炮弹来给你放学了 江子浩的妈妈是个大炮弹 大炮弹生了个小炮弹 妈妈帮你拿 又死人了又胖又丑 你溜远点 我的孩子 不知道现在在哪里 他过得好不好 又没有受人欺负 老板 这些年你一直做好事 好人有好报 一定会找到小姐的 要是小姐能参加我们集团 举办的精神大赛就好了 说不定就能一家团聚了 如果他没有走丢的话 应该也像他这么多 你可真是个小妖精 不是像那个紫菲吗 看着就让人倒那口 你怎么又是个小妖精 你怎么会很小 这些月 你怎么会和我一 wrage 是什么 你怎么会和我一大志 你怎么会和我一家团聚 死肥婆 愣在这干什么 宋元初 你还处在这里干嘛 还不滚去做饭 听见没 我和莉莉饿了 赶紧去做饭 女人坐到她这个饭上 还没死 我不能离婚 离了婚好好怎么办 她还那么小 不能没有爸爸 莉莉阿云 你做我的妈妈吧 你长得漂亮 身材又 我呢 又胖又 不到的妈妈吧 好不好 好呀 那咱们以后一家三口 好好生活 来 坐 来 阿姨帮你捏 不用 爸爸说了 妈妈是我们家的保姆 什么活都可以让胖干 给我吃碗汤 多吃点 这个可是 眼珠村云做 那你是 哪得又是 老公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 下次注意就好了 老公 老公你饶过我 好好好 好好救救妈妈 爸爸说了 都就是睡觉时的惩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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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元初出来刷碗 要我帮你报警吗 这是我自己摔的 那我先给你开点红血化鱼的药 如果你需要其他帮助 你可以随时联系我 除了外伤 还有哪有不舒服吗 我最近经常头疼 失眠 还常常晕倒 这是我查的血和CT报告 医生 我这是贫血吗 不是贫血 是脑癌 脑癌晚期 已经错过了手术的最佳治疗时间 保守不避 还有 我妈又胖又重 我讨厌她 我凭什么要过这样的日子 回来正好 给我下楼买包烟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这好吧 去冰箱你拿了你的东西 要 顺便把羊杆给我盖了 去啊 死我回头啊 处在这等死了 你敢打我呀 你敢打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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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我都敢 我打你有什么不敢的 贴人 你敢打我孩子 死老太婆我早就受够你了 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你功劳也不小吧 贴人 吃飞药了 贴人敢打我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为什么 贴人敢打我 帝都拉上大 怨恨恨恨 你会怕 你敢走就别再回来 贴人 永远就不要回来 啊 我来靠近 韩总 我不要光明 宋小姐 被江旭抢走的公私股份 名声荣誉 想拿回来 来不及了 我只想意你的生命 别人不行 可我是韩晨 三个月 帮你拿回属于你的一切 怎么拿回来 现在的你 还做不到 去吧 用三个月的时间脱胎换骨 拿回属于你的一切 请不靠近 走走走 别在这儿抖着 你是来报名的 这位小姐 这位小姐 这边称重 麻烦您脱掉鞋子 外套 上称称重 老婆 有一位贵客要过来 我们一起去见一下 宋先生和宋夫人的感情可真好啊 确实 听说他们早年丢了一个女儿 差点闹到离婚 好在 好在还是熬过来了 这些年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那位流落人间的大小姐 我手机画了 天宁家人的也一样 你的皮肤可真光滑 不像那个死肥婆 生完孩子一肚子日生 看着就让人到我一口 那你怎么 还舍不得跟那个死肥婆离婚 离婚干什么 我现在 就当让他死呢 那让我岂不出要当一辈子的小三 我怎么舍得让你等那么久 这 他 他癌症了 而且 至少一年受不了 一年后公司所有财政 都是你 老公 那你到时候 可不能忘了我 你可是我的心肝小宝贝 我怎么舍不得忘了你呢 我怎么舍得忘了你呢 我们的订单 我们的订单中标了 是那个江城首富韩城 世界群是江的那个 韩氏集团 三个月后 韩氏集团会亲自 召开青年宿舍 到时候韩宗勉会去领寿舍 招告奖 那三个月后 岂不知符合都拿了 老公 你带我一起出席吧 欢迎大家收看生活频道之 健身大赛专栏 现在是比赛的第一个月 你看 那不是宋言初吗 他竟然跑去 才能减肥大赛了 说是要减肥 还不是越减肥 去年 说是为了激励自己 给自己买条裙子 结果呢 还不是在衣柜里落灰 前年 说是什么 瘦成一道闪电 可我半夜上厕所 你才怎么着 他在干嘛 跟在厨房里吃 几个火锅 说不定人家 这次真的有毅力 坚持到最后了 然后 成为一具 聊到的 尸体 欢迎大家收看 生活频道之 健身大赛专栏 现在是比赛的第二个月 四部言言初 还真的越来越瘦了 不行 有我在 想减肥成功 不不不 宋言初啊 继续淡的死胖子 女孩 我们的女孩 没错 是我们的女儿 走 我们现在就去找她 走 恭喜您获得健身大赛 第一期冠军 这是您的奖状 谢谢 宋小姐 我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完成了 你答应我的呢 明天十点 喜好大厦 咱们签约会见 这一次 主要让他们身败名列 宋董 这位学员全程没露脸 我们不好判断是谁 所有人 连夜拍她所有健康 明天早上之前 我要她的全部信息 是 宋董 查到了 你要找的人是健身大赛的29号选手 已经离队 登记的是配偶将去的联系方式 有一段走廊的监控录像 已经发你邮箱了 我们联系了姜旭 今天她会和妻子一起参加韩氏集团的签约会 好 走 一起进女后一家 准备好了吗 今天 你要拿回属于你的一切 给你准备了战袍 从今天开始 你要变回你自己 可是 我穿不进去啊 现在呢 可以 好了 好了 我们现在出发吗 不是出发 是出征 江总 恭喜你啊 这次和韩氏集团深度合作 下回再拿项目 可就不愁了 以后你就是韩总身边的老红人了 想必这位 就是江夫人吧 你们真是郎才女貌 天生一队呢 王总 我早就听我老公提起过你 接了一件 我是确实非烦呢 我记得江夫人不是个两百多斤的大胖子吗 怎么现在这么瘦了 就是 我之前还见过他 也不长这样 难道是整容了 因为他根本就不是江夫人 因为他根本就不是江夫人 这是谁家的前妻 怎么从来没见过 身材好好 气质好高贵啊 这人 怎么这么眼神 是 宋强初 才一两个月没见不认识我了 你之前不是 不就比之前瘦点 没听错的话 那这位是江夫人 那这位是小三 这身材 这气质 比那些只知道骚手弄自的花瓶不知强了多少倍 何止是几倍啊 简直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看来江总的眼光也不怎么样嘛 放着端庄优雅的正式不要 却在外面找这种徒有其表的垃圾货色 男人吧 谁不想徒个军事呗 不过江总啊 浪够了 就回家吧 大家误会了 和他 什么关系也没有 言初才是我的 我要跟你离婚 我要跟你离婚 你老婆你开什么玩笑 谁有功夫跟你开玩笑 杨絮 被我甩了 我的天哪 你不疯了吧你 也不看这是什么场合 你只不过是个二手 谁还会要你的 在这装什么情况 都什么年代了 怎么还有清朝的余念 你骂我了 见过井 不管是一手还是二手 只要是井 就一直会增值 不像你 只是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 现在的他 配不上 啊 我知道 我说你为什么非要跟我离婚 原来是在外面找了个小白脸 大家快来看 这个女人不知脸只 或是内出轨 看不出来啊 长得这么好看 私底下人还这么晃大 这种人就应该进出楼 江续新衣姑姑在外面赚钱 你就拿去养鸭子 宋言初 你不真不要了 行了 赶紧带着你的小金服给我 一会儿我还要和韩总签约 当真要我走 不走 留着你眼儿 安东呢 留秘书 还行 要派业亮 总算把你判了 韩总呢 没和你一起来吗 韩总 不是走就了 您是韩总 江总刚才好像很着急要我走 看来是对我们这次合作不满意 那就没必要钱给他 韩总 韩总 您误会了 我的成绩越越可见 怎么会不满意呢 光拿嘴说 您有什么要求 我将冒赴汤导火 拜所不辞 只要你能消气 我看不到你的诚意啊 韩总 您看我这贵也贵了 这签约 我该签了 我不同意 你算老几个你不同意 别仗着你手里有几个股份 就分不清自己的什么了 公司这几年年年亏损 早就外墙中干 你现在跟韩式集团签约 跟把工资卖了有什么区别 所以呢 我手里只有46%的股份 我现在以最大股公权的身份 百对跟韩式集团签约 早就料到 有这么不老的 既然你不人 就别怪我不义了 你们 我们现在的股份 加价有47% 那7%的股份 不知道在审树 这下 能分清大讯 你想让那1%的股份 这样快乐 这么多年 江总在公司任劳任怨 反倒您这位大股东 在家里悠闲快活 同意罢免 宋元出的人 举手 你 出局了 想罢名他 还没有一个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真的 你多眼看看 我们韩总 就7%股权持股人 现在 我将手上所有的股权 无条件转赠给宋小姐 其实 那就多亏我们刘董 用股权换了 这次签约的机会 不然就凭你 也配合我们 还是达赏办法 我现在以最大股份 持有者的身份 撤销江绪董事长一职务 完了 一切都 谢谢你 刚才那么帮我 放心 股份我不能要 你依旧持有股份权 你真的不认识我了 还记得当时 你眼睛恢复的时候 对不起 不 应该是我到检查队 我刚做了手术 然后不太能地带强光 看了进入路有点不好意思 那个 您方便送我回家就是吗 可以 不救我 谢谢 你是怎么知道 我跟姜旭的事的 算了 离婚之后 你打算怎么办 韩总刚才能帮我 除掉姜旭 那不如送福送到夕 想要 我给你投多少 被您探传了 如果韩氏集团能投 哥一千万的话 我有什么好处 15%的股份外加分红怎么样 我不要分红 那你要什么 韩氏集团 缺个设计师 我记得你大学的时候 作品在国际上获过奖 我 我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 还是 那就从基层做起 什么时候做到设计师的位置了 什么时候我答应你 言为定 言为定 小贱人 你竟敢联合外人 把我孩子赶出董事会 你个吃里爬坏的东西 三分钟时间 滚出我家 你什么意思 王子是我婚前摆的 我已经跟你迷惑了 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所以你们可以滚 这是我家 我凭什么东西 哎呀我的东西呢 小贵 有事好商量 我妈都这么大孙子了 你 你怎么舍得让刘乐街头呢 别说个坏妈妈 我要和爸爸在一起 以前是我没能力教你 现在也没时间教了走 不要 别说 孩子 现在我们去哪 莉莉 要不 我们去你家凑合一下 我都是自己做的法子 哪种下你们两个人 你个小贱人 是不是看到我们落魄了 想离开我孩子 出去帮了大团 你一个死了太婆 我那是有本事 又不是你也帮人了呀 你 杀了你了 敢当我 你了 我跳了 你个自老费 你了 你了 你干嘛 请问这是姜旭家吗 我是姜旭 请问您找哪位 她是你的妻子呢 您是 我是你的亲妈呀 二十年前 我弄丢了你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找你 要不是你在减肥大赛上 留了你老公的联系方式 我们还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找到你呢 莉莉 这些年你在外面受苦 回家以后 我和你爸会亲近所有 不偿你这些年受过的苦 宋婶 江城守抚宋婶 这是江城的百山别墅 还有号车 高顶珠宝 这些都是送给你的 你不要怨爸妈 这么久才找到你 爸妈 你们怎么现在在找到我呀 哎呀 莉莉 注意点啊 我这可是高级私人定制礼服 碰坏了 你们可赔不起 哎呦 换了一身皮 还真以为自己是人上人了 别忘了自己借的是谁的事 仗着宋婶出的身份就敢在我面前要我要位 不听我的 信不信我们一起玩的 江旭 你这个没种的男人 你除了会打女人 你还要干什么 臭女人 如果你好好配合我 那宋家的如华富贵 我们一起享受 赶在北后搞小东西醒醒 一起玩完 总有一天 我会期待宋言出 让你们这些垃圾 都消失在我的面前 宋言出加油 你可以的 别抖 下一位 宋言出 好 宋言出你可以的 面试官你好 我叫宋言出 宋言出 96年出生 嗯 985毕业 建筑学位 成绩也有一个 可惜 我不用了 我能方便问一下理由吗 做了整整八年的家庭 信息严重之后 再入职场 你还能适应吗 你老婆在家带孩子 你也这么不尊重他吗 你别以为我 不知道你在这里 上班的目 我是 你来我们这里工作 无非就是骗个产家 然后呢 再生个二代 最后把所有的时间 和精力 都放在你的孩子身上 我来之前呢 对设计部做了些了解 设计部 一共六个组 有四个组的组长 都是大龄女性 他们知道你对大龄女性 这么歧视吗 对于未婚未育的大龄女性 你觉得她会生孩子结婚 不与无用 对于已婚未育的大龄女性 你觉得她会生孩子不与无用 对于已婚已孕的大龄女性 你觉得她会生二胎不与无用 难道因为是你呢 就要被你们歧视一次次拒绝吗 凭什么呀 凭什么 凭我是面试官 掌握着你的生杀大权 好啊 那我也决定一下你的生死 这么来搞歧视 要不要送你 还有你们还是上个车搜啊 宋小姐 刚刚呢 就是跟您开个玩笑 咱们的面试是非常顺利的通过了 对 工资八千 生死打折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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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进公司 看我怎么生不生 新来的 给我倒杯咖啡 给我做个PPT 给我借个快递 哎不是 你们干嘛能使唤我呀 不说 找兄弟管去 天工 你发电视吗 陪你 倒咖啡 到了 PPT 这一脚吧 送的 东西 还有什么 寄快递 顺风的快递 满意了吗 哎呦 下班 哎 你们没够完是吧 来 把这个方案给我加班改 加班 加班 加班行了 加班有加班费 行 这样 没有 没有加班费 根据劳动法第31条规定 员工加班是要向员工支付加班费的 你被开除了 你不用加了 根据劳动法第47条规定 人工拒绝加班开除员工证实实 停停停停 我给你加班费行了吧 行 哎 咱们迟到一分钟是一百块钱 那你就给我按一百块算吧 加班 费心还是支付宝 走走走 您先看 老徐 老大给我叫 我们老板请你过去一下 走吧 你是谁 一百瓦 我要送言出 身在你 这是二十万订金 我和宋言出是朋友 是一百万 并不够 不想干 就给我滚出去 有的顺应替宋家美 你放心 定位上他 什么代表你 保持同量完成任务 就是孙之外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你PPT 做得非常好 谢谢夸奖 这离了婚的女人 一个人在孩子不容易 没有啊 孩子归她不给我管 一个人两家活口 也不容易吧 要不你就跟我吧 我会对你特别好的 毕竟嘛 女人就是拿来疼的 这生过孩子的女人 这么丰满 光跟你聊天就聊饱了 真是羞涩可散 老脸就一张 我干什么点丢 你们又完成公孙 照顾你的任务 你现在可以离开公司 我开辱你 你帮我弄身了 邮件没发 连进 就连聊天记录 到此人不清空了 我们都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证据 韩总 你怎么过来 手下的员工 没有完成工作 不是 实际上是能力太简绝了 这批新人是你招的吧 看来你的招聘能力不太行 我这有宋元出的原文件 刚才发生的一切我都听见 韩总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孙主管 给员工布置超额的工作 用身份和规则 欺压心 你看来我也可以用规则和身份 开除你 帮我进去 不要紧收拾大小姐 大小姐也是你这种人能见的 赶紧滚 再给我报警了 小李李 我今天现在这样 都是因为你造成的 你给我滚出来 你答应我的事还没办到 别想就这么算了 有什么话到办公室再说 宋小姐 是因为你我才现在变成这样 你不能不管我 事情都没办成 还有脸在送室门口撒泼 你信不信我一句话 就能把你送你去 杨莉莉 你别太逼我了 大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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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原出 是你让我 你去 你有本事你就去 可你别忘了 你还有老婆孩子呢 你要是敢背叛我 想想看你的下场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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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怎么 大小姐 我还有房贷 车贷 我还有老婆孩子要赢 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 再过一次机会 再过一次 在宋师集团工作的机会 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好啊 哎 哎呀 好可怜啊 那么 这命价你对我的忠诚吧 来 把我的鞋搅干净 莉莉 你在干嘛 啊 啊 你给我解释 你出去吧 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爸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不想这样 是因为我小时候生活的环境很野白 我经常受欺负 而那个人 他就是经常欺负我的人 都会吧 如果不是当初爸爸你疯丢了 你也不会造这些碎 没想到宋居父 这么好活呢 爱丽莉莉 你要记住 你代表的是宋家 宋家做事一向光明磊落 恩怨分明 这种折入吓人的手段 不希望再也看了 嗯 听说宋师集团的老板是个大好人 希望能够见到他吧 可惜这种级别的交流会 不是我这种小虾米能够参与着 请上车 莱莉 这是送你的礼物 请不要 请 请 谢谢爸 想不到这姚莉莉竟然在这儿工作 来拿着食品 爸 我先送你出去 一会儿我再回来是 毕竟您习惯最重要的 我有一份重要点 今天拉在办公室 老板 您和小姐先在这里等一下 我上去了 我也上去一趟 爸 我也一份小礼物 好 去吧 你好 我是韩式集团的设计师宋延珠 特意来拜访宋总 我请 我们老板刚刚离开 现在还来的 谢谢 孟总 孟总 等一下 等一下 今天才第一次 我在这儿等着 他应该还会回来吧 刘密手 我让司机去加油去了 你去附近饭店 先吃个饭 未来再接我 我和莉莉再说几句话 好的 莉莉 这是 我给你买的小蛋糕 这什么 这种廉价又热烂糕的甜品 是有轻人家 进来吃的 我猜不 爸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最近在减肥 所以不吃热烂糕的东西 你看 爸 我还推一斤准备的礼物呢 你喜欢吗 喜欢 你喜欢就好 这条送给江旭的领带 没想到他都喜欢 真好呼呢 赶紧去试试我的心声 我以为他还是当年的小伯爷 毕竟是个二十年了 他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董事的小女孩了 你也喜欢吃这个牌子的蛋糕 老伯 你也喜欢吃这个牌子的蛋糕 是我女儿喜欢吃 但她现在 好像也不太喜欢吃 年少喜欢的东西 总有一天 还会重新喜欢上的 就比如说我爸 这个口味的蛋糕啊 我是百吃不腻 果然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现在的女孩子都不太爱吃这种太甜的食品 你不怕发胖 别的甜食我还是会克制一下 但这个是真的没有办法 这是我唯一记得我父母的味道了 你父母不在了 在的吧 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 小时候我家里穷啊 生日的时候 我爸带我去买小蛋糕 我站在原地等他 他就带你我回来 后来我就被陌生人带走了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不宜把我丢在那 二十年前 我也是这样 把自己的女儿弄丢了 直到现在才找回来 但发现 他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懂事了 你看 他爱慕虚荣 爱耍小聪明 这条领带啊 明显就是他要送给他老公 我也不会怪他了 谁让当初是我把他弄丢了 自认在我 你还能记起你父母的样貌或名字呢 如果你想找他们 我会帮忙的 我太记得了 他们没有找过我 算了吧 谢谢 这是我的名片 以后有什么困难 记得上我 是你啊 是你啊 啊 宋 宋总你好 正式跟您介绍一下 我是韩式集团的设计师宋言出 这次冒昧来 是想亲自跟您探谈一下 关于投资的那个游乐场项目 OK 这是 这是我做的 项目策划做的确实不错 看得出您很用心呢 是 不知您是否能给我个机会 将这个项目让给我们做 啊 宋小军 我承认我很欣赏你 也确实对你有些亲切感 但是这个项目是我为了弥补我失散多年女儿 建造的梦花城堡 最终决定权必须经过她的同意 当然 我十分理解 并且我为你失而复得的女儿感到高兴 但是 我也希望您能给我一个 在大家面前展示我作品的机会 您看 可以 真的吗 谢谢 谢谢宋总 您真的是一位很好的父亲 每一个女孩都曾有过一个梦幻城堡 当然我也不意外 您放心 我一定会拿出最好的方案 去实现您对女儿的爱 好 啊 我也该走了 啊 那我那我送送您 啊 不用 啊 小姑娘 我看好你 加油 我会的 谢谢宋总 谢谢 上来 我带你去兜风 你还真把宋俊福当你爸了吗 你什么意思 你可别忘了 你记得拥有的一切 你怎么来的 我当然知道 所以 时刻来盼包 我失去这些 我所拥有的一切 是肚子 那就看好宋家人 不让宋兰初出现在他们面前 你发现了什么 偷尔兰 你就是偷尔兰 让宋兰初出现在宋兰的东西 把武器他们会发现真相 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呦 乖女儿 是谁惹我的宝贝不开心了 说出来啊 让妈妈好好教训教训她 妈 就是这个女人 她之前勾引我老公 现在 她又出现在爸爸身边 她肯定是想顾及重事 拿到公司游乐园总摄影师的身份 妈 我不想看到她 也不想看她穿在爸爸身边 万一 万一爸爸被她迷惑了 这样让她当总摄影师怎么办 只要你不喜欢她 她就不可能出现在项目竞标会上 可是妈妈 可是爸爸不同意怎么办 万一爸爸知道是我高的妆 我怕她会不喜欢我 别担心乖女儿 等着啊 娜娜去帮你把它解决掉 开 卡布奇诺 什么事这么高兴 我今天见到宋氏集团的大老板宋总 他比我想象中的人还要好呢 他还答应说给我一个机会 游乐园设计师 实在逼得 那既然如此 是不是该一起吃个饭啊 尊敬的总设计师小姐 请上个礼 给我一次机会 好吧 本设计师云呢 走吧 快 很高兴 你能找回曾经的自己 其实 我最应该要感谢的人是你 谢谢你对我不离不及的陪伴 希望我们的宋小姐 能给我一个照顾 希望我们的宋小姐能给我一个照顾 记得 宋夫人 这是在做什么 宋月初 你好大的本事 够以我老公就算了 现在还够以韩总 宋氏里面的像 你就别想了 你的像的资格被取消了 宋夫人 这是韩氏集团与宋氏集团的业务 有什么问题冲我 欺负一个小姑娘算什么 难道这就是你们的处事之道吗 不知羞耻的女人 就该使用非常手段 请问你有证据 如果没有证据 我就以诽谤侮辱的罪名 来起诉 你们才认识多久 现在你竟然为了她 无限得罪我 阿晨 你还敢说她 宋月人的手段不够高临吗 宋夫人 游乐园的项目 是我和宋总达成的协议 要取消我的资格 也应当是送我来跟我讲 你算什么东西 竟然敢说我老公在里面 宋总 宋总 这件事情是我老做的 你放心 我们的协议依旧有限 还有 今天这件事情 我也会给你的脚的 走 莉莉 你知道错 你发什么疯呀 那个狐狸精 之前就够一国将讯 莉莉不开心跟我抱怨去 我看不下去去教训她 我有什么错 算 所以不然她要游乐的项目 我有什么错 我连同样一个人权利都没有吗 当然有权利讨厌 你不想让她参加游乐园的项目 你可以大大方方的和我说 而不是挑补你妈 去找人家麻烦 什么叫我找别人麻烦啊 宋总 我看莉莉说的没有错 你被那个小钱人勾的 还都没有了 就知道在这里骂我们的女儿 春花 你爱孩子 就等于毁了孩子 你才这样下阵 莉莉迟早会毁在你的手里 我的女儿 我自己心疼 大不了我们离婚 你妈 莉莉 你你现在的性格 实在不足以担任公司项目 我的负责 从明天开始 你就从介绍开始训细了 妈 妈 你回来 我好好劝劝她 快 快 等等 宋言说 都怪你 只要你死 我能追寻 在她身上睡了 我已经在地下停车场了 我只好遮了 先准上去 我也赶到 一会一起上去 宋先生 宋言成 你才是我的 才是我的 宋夫人 宋总在里面还没有出来 对不起 宋总是为了救我才出车祸的 你 你这个贱人 我老公忘了什么算账来的 我和宋家让你配配 宋儿 嫉妒我 对着害死我爸爸 你立口一个害死你爸爸 宋总现在还在里面抢救 你这样子 安安的是什么举行 我 莉莉 是不是爸爸最近对你 不巧严厉 你心里怨恨疼 他不让他出事 爸爸 妈 怎么这么想我 我来之前 看过停车场的监控资料 发现这是一场 别演出有预谋的谋查 事情调查清楚之后 我会给你 交代 干不交代 什么交代 你说这样 你们可算来了 你爸爸在里面还生死未捕呢 大哥 二哥 如果两位小松总是来行事问罪的话 不先看到 发生的事 小松先生 对不起 宋总确实是因为我才出事的 你们要杀我骂我 我绝对不会换手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知道你 我爸曾经跟我打电话提起过你 我相信他的眼光 如果他是自愿的 那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我不怪你 谢谢 妈 你看我说的没错 宋元初这个女人手段真是高明 大哥一过来什么都不问就护着他 小莉莉莉 大哥如何处事也能不到你插嘴 我们宋家可生不出你这种 妈 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 大哥二哥为那个杀人学用手建人骂我 你说的对 都被宋元初这个贱人给魅惑了 你看你们这一刻 为了他连理智都不要了 今天看我不死了她的嘴 妈 妈 看我不死了她的嘴 妈 妈 你冷静点 我怎么冷静 你爸爸差点为这个剑 可以拍死 你让我说的冷静 宋元初 你先回去吧 小喜 你爹着就做这个 对不起 好好好 你们两个现在是反了天了啊 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现在 有这么天堂一个未人 还不如算了算了 妈 志远 明志 最近 我发现了一个姑娘 觉得这姑娘很亲切 比起莉莉来 我感觉 她更像你们的妹妹 最重要的是 她的身世 和你妹妹的差不多 我打算调查一下 大哥 如果爸之前的怀疑是真的 那这次的车祸 跟姚莉莉淘不了关系 医院那边传来了消息 宋总没有生命危险 但现在入了深度的婚姻 都是我的错 不是你的嗓 要怪就怪那个想要伤害你的 而且 我对她也有了初步的猜测 行 燕丑 你来了 进来吧 这是 燕丑 我爸一定不想看到你这个样子 为了他好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我哥在调查之后的时期 我妈 暂时给我钱回家休息了 可能一会儿还要回来 抱歉啊 不能留意太久 没事 只要每天能让我过来看一眼宋先生 我就已经很感激了 我爸需要休息 不需要你来探望 那为什么他可以 明明我才是你的亲妹妹 为什么一个大哥要这么对我 你说你是宋家的女儿 证据呢 能证明你身份的玉佩 你说你弄丢了 现在 如何证明你的身份 我 爸妈都已经认我了 我看你本 就是看我会分家的财产 所以才出入针对我 财产 如果你真是我亲妹妹 宋家的财产 送你都没问题 但 你是吗 当然是 那不如 我们去做一件监量主 妈 阿哥的欺负我 他让宋元叔这个贱人进屁房看吧 就让我接去 你怎么还有脸来 这个贱人 明珍 怎么回事 姚莉莉说我们针对他 说怕他回来分宋家的财产 我说 如果他真是我们亲妹妹 宋家的财产 送他都没问题 他当然是你们的亲妹妹 你们这两个逆子 在敢怀疑他的身份 就现在给我滚 妈 别激动 其实不止我们怀疑 后来 爸也说过类似回忆的话 既然莉莉觉得自己的身份没有错 不如 趁心来做个清理鉴定 你爸 真的这么说过 当然 做一下也费不了多大的事 既然如此 那就做吧 他真是你们的妹妹 你们必须要和他道歉 当然 莉莉啊 你放心 你是妈的女儿啊 对了 话说 他看演出觉得亲切 既然他有相似的身世 不如 那他也做一看 想都别想 如何胜不出这种指挥 勾引男人的见状 我去个厕所 不急 等宣布了结果 再去也不迟 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 到底谁是我们的妹妹 宋言初 宋言初不是 姚莉莉才是宋教大小姐 现在结果出来了 大哥 二哥 我们满意了吧 我们两个 快跟莉莉道歉 莉莉 收回你二哥出动了 等妈醒了 我们再举办一个任性仪式 城市向大家介绍 我不怪哥哥 我知道 是有人故意调拨我们的关系 你这个贱人 还不快滚 老师让我在医院见证到你 别怪我对你不看 言初 你先回去吧 好 江旭 你个废物 我每天在外面累死累活提心吊胆 你倒好 明天到晚就找大游戏 当了几天大小姐呢 还真把自己当大小姐呢 姚莉莉 你什么样的货色 我最想 少在我面前耍我 看清楚了 这是我跟我爸的亲自奠定 想不到 我真的是宋家的大消息 你要是再对我不客气 信不信你把你们家三手都赶出去 你真以为有了这东西 就能不压变凤啊 我告诉你 这亲自限定的头发 是我找人过的孙家处 什么 怎么可能 这样就会试试 杨莉莉 你不要太得意 我没把你捧上去 就拿回来 只有死人才能保守 这些人都应该 谢谢你 每一次都渐渐站在我这边 因为我相信你 看来姚莉莉 是真心对好好的 这下我也能彻底放心 莉莉阿姨 我妈妈不让我吃巧克力 那是你妈什么都给你买 再说了 你妈已经不要你了 以后不要在那边提他 对不起阿姨 我跟你说 小时候其实很可爱的 她每次吃离 都会把大的留给我 小时候上幼儿园 也会开开心心的 站在学校门口等我接她 会教训点生诚 把我的孩子叫坏了 她 你记住啊 以后你当爸爸了 你一定一定要做一个三观正的福气 好 我知道了 其实 其实我没多少时间了 什么没多少时间了 我一说了秘密 看 来 其实吧 谁啊 请问是宋元初小姐吗 这里是第一医院 您的检查 我传一下我的龙龙副理他 其实我跟你说 其实我 不买 不买保险 不买房子 不奔走 妈妈就是你啊 啊 啊 儿子 啊 妈妈我带你去医院 我大孙子怎么样了 我就是肚子疼吗 大了还把人叫过来 还算把人睡觉 大孙子快闭上 不知道好多大孙子 还给他吃花生巧克力 严重点会死人呢 我大孙子要是有什么好胆 我和你真妙 这可赖不着我 是你大孙子哭着求着让我给他买的 那小孩不懂事 你个大人也不懂啊 我看你就是因为他不是你亲生的 你就不胜心 是啊 没错 反正他又不是我亲生的 跟为什么关系啊 你 你听听 说的这是人话吗 行了 少说了解 不是这样我比先长两个 人都讨厌 妈妈我错了 我也这样不应该拿对 知错就改 咱们就是好孩子 妈妈原谅你 早点休息吧 妈妈你能不能带我走 我不想回爸爸呢 怎么了呀 看看吧 他们打你了 李拉一不关心就打我 爸爸和男人也不管 我再也不喜欢他们了 我只要爸爸 好好保护 妈妈会保护你的 我要拿会好好的护养权 你懂得收律师汉吧 宋元初要抢江苍的抚养权 你们必须去把抚养权抢过 姚莉莉 你这个东风 别以为我不知道 那巧克力 就是你过意让好吃的 它还那么小 到底哪里还溺眼了 你有声音 孩子 你都说话 早知道这个女人这么恶毒 我们就应该让宋元初回来认信 哎呀 可惜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我们现在是一条身上的蚂蚱 要死了 大家一起死 旭哥 你不会 你又为了那个亲人的儿子跟我翻脸吧 毕竟是我的儿子 我也能跟你生儿子呀 但是 如果让江四豪在凤娇云面前乱说 我们仨 都得完蛋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想要保守秘密的话 就得让你知道秘密的人 永远说不出话 那可是我的亲生骨肉 他要先付贵的机会 就这一次哦 我这要怎么做 宋元初 怪 就是怪你女子 打完我荣华富贵的路 我已经带孩子去医院 做过删定检测 能够证明 就是你们虐待他的证据 对他浩浩的是姚莉莉 和我们可没有关系 啊 这算了 为了浩浩 我愿意叫舒服养全 这是新书 你请让自己好 你们既然答应得这么痛快 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啊 不信心就算了 我们立刻带浩浩回家 浩浩 不要带你们回家 行了 我签 你在干什么 宋元初 要怪 就怪你断了我们的财务 为了让莉莉 代替你的身份 永远活在宋家里 宋元初 必须死 所以我是 我是宋家的女儿 你们骗了我 已骗了宋家 浩浩 别怪爸爸和奶奶 要怪 都是跟宋家人拿个逼的 他悄悄找个地方去死 这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带他 还要走在宋家人面前 杰人 去死 我可以死 但是好好生活过去 你们怕他不要说话 可以送他出国 我吃什么都吃什么 但斩草必须要出根 我还把火 听到我的眼睛 孩子 别说了 夜长梦多 我们还是赶快动手吧 小薰 别死了 小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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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爱我的最后 可以 flagship 我与她找上你 好 fluid 没到了 我看你们兄弟是反了天了 别过去把你来救死你的妹妹 妈 莉莉婆是你女儿 年初才是 你们是疯了 妻子店店都出来了 这还会有假吗 你还记得这个吗 我才是你女儿 在我减肥之前 江旭确实是我老公 但是是他冒充了我的身份 也是江旭拿着我的头发 替换到了姚莉莉的头发 妈 你才是你女儿妈妈 她说的都是真的吗 宋夫人 我我知道错了 求您看看我家的音乐 妈妈上你饶了我饶了我饶了我 你这个贱人 你骗我骗的好哭啊 爸妈 这三个人 你交给我处理吧 对不起 是我认错了人 我之前来的让你受了委屈 你不会恨我吧 我怎么会怪你呢妈妈 是我错了 明明我的女儿就在身边 我却什么都看不见 朱不要恨妈妈 不要恨妈妈呀 妈 妹妹 我们以后一家人 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 对 妈 要不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爸爸吧 说不定他一高兴早点醒过来 对 是 现在就去吧 老公啊 你是对的 言初才是我们的亲生孩子 差点害死你的事 姚丽丽那个毒铺 你要是听见 快点醒过来吧 让我们一家人 好好团聚 爸 你快点醒来吧 我知道你当年不是故意丢掉我的 我不怪你 你怕他听见了 是不是代表他快醒来了 韩晨 怎么 怎么 你不高兴了 明天找到亲生的父母 我很替你高兴 只是 这是什么 只是一想到你会离开韩世 会送室寄成家业 放心 我不会离开韩世 虽然哥哥们说会把股份的一半给我 但是 经历过这次失败的婚姻之后 让我知道了 任何事情还是要靠自己啊 我一定 我一定不会让你说的 那 我后面还想在韩世继续磨练 你要帮我弄掉 你放心 可以放手去做一切 我会到你见家的地方 嗯 我回去吧 走走 连处 我们商量了一下 爸爸这种情况 适合去国外挑战 我和你二哥业务繁忙 所以 妈会跟着一块去照顾爸爸 远处啊 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妈 我呢 还是想留在韩世集团 我听志远说了 你不愿意接受宋氏集团的事呢 好吧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妈妈都尊重 谢谢妈 韩总 我妹妹就交给你照顾了 如果你敢伤她的心 我们会放过你 只要远处不嫌弃我 我这辈子都不爱过你 韩总 那祝你早日追到我们 我跟你讲哦 在这里要安静 不能打扰到叔叔阿姨工作啊 你跟我保证 这谁家孩子 怎么给你领公司来了 对不起阿姨 宋言初 这是你家儿子呀 小月 这不是我们班大学爸吗 这么多年同学聚会 你都不来 我还以为 你是去哪住过深造了呢 这不是刚重返职场吗 以后多多关照 既然要求我多多关照你 那我可得给你立立规矩 公司不允许带小孩来上班 哪一条规章制度上写的呀 虽然没写 但你这就是不听的东西 妈妈 这个阿姨提依 还没你的数字大吗 你看来这没结婚生孩子 混得也不怎么样了啊 有什么困难呢 以后就讲不出来 老同学之间 我不会修手法官的 好好 妈妈再教你最后一遍 你给我看好了啊 各位不够 像十位借一个就行了 借自己来 又借 天天借 从来都没还过 我都不好意思 我都不好意思 行咱们不学 咱换一个学 学学语文 学语文来 咱们学词语联系 你跟我讲这个马跟云 他们俩是怎么联到一块的 马云 谁叫你个 马云没啥 要不 我来看看 老板 大人不言谢 我宁愿加班累死 都不想扶到孩子 抓他来 都不想扶到孩子 来跟叔叔说说哪里有问题 看见朋友圈没 乔月发了和韩总照片 他们居然是夫妻 总裁夫人居然在我身边 我以前没得罪他 练月 你瞒得我们好苦啊 什么 我们都看见了 你和韩总 你们是 儿子都这么大了 那是我手滑发错了 没想到就让你们给看到了 你们俩可要替我保密啊 我老公可不喜欢秀恩爱的 放心吧 我们嘴很严的 这是董事会刚刚下达的 关于东城游乐园项目的启动书 上级领导高度重视 这不是我上大学做毕业设计的那块地皮吗 这可是百亿级的项目 韩总居然交给我们做 你也不看看 谁叫他们部门 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 这个项目为什么会在我们公司 所以我决定将这个项目交给乔悦 乔小姐来做 等一下 我也想参加这个项目 宋元初 你什么身份 也可以和乔小姐争 我看你还是回家当家庭主妇吧 人选已经定了 宋元初你没机会了 不是这么大一个项目 怎么能只交给一个T1的员工做啊 董事会知道你这么安排吗 当然不可能交给乔小姐一个人来做 我们都是听她吩咐的 而且乔小姐也不是普通的员工 她可是 我不同意 韩市集团向来以实力来说话 我要跟她公面竞争 既然送上门就别怪我 正好趁这个机会开除宋元初 乔小姐一定很高兴 好 那我就把这个计划 交给你和乔小姐共同来做 但是你们两个作为公司的新人 只能留一个 谁能谈成合作 谁就留下 好 赶和乔小姐真 你就等着鬼出公司吧 宋元初 后来我该给你点眼色 谁啊 旁边打开 这个宋元初 真是自不量 要是被韩总知道 他敢跟你抢项目 被把踢出公司不可 是啊 他还以为拿下个项目 就能通罗马了 被疯了 对啊 我就是疯了怎么了 我告诉你 以后要是再择我 就不是一盆水 这么简单的事了 你知道乔小姐是谁 那你就喝她水 她可是总裁夫人 哈 总裁夫人 韩总了呀 听你的语气 你好像很不满啊 啊 我说你怎么处处和我们乔小姐做对 原来是寄于韩总 有些人可真是不要脸 乔小姐和韩总 你还是都有了 怎么还想上岗的 不害人家感情 当小三啊 你们现在造调张嘴就来是吧 啊 证据呢 证据 谁说没有证据 我们有照片 你说 他是 你跟韩总的儿子 你说 他是你跟韩总的儿子 反正他们也不知道 这个孩子的身份 我就一口咬死 没错 我不管你跟韩总是什么关系 但他是我儿子 宋元出了 你是得妄想症了吧 想嫁着旁边想疯了 这么想当韩总儿子的吗 哎 你们真没有脑子的是吗 他说什么 你们俩都先 我看你就是吃不到葡萄 收不到酸 等我拿下项目 我让你立刻滚蛋 谁滚还不一定呢 咱们是母带呀 坏人敢去我妈妈 我要让你好看 叫蛇 是不是你干的 让你欺负我妈妈 吓死你 乔小姐 这不是你的儿子吗 我不是他儿子 我是我妈妈的儿子 乖 下次不要招了妈妈的好不好 换一个人 我今天因为作业的事情 教训你太两句 你只是跟我闹脾气呢 怎么设计都不对了 难道只因为我离开市场太久 这能力退步了 报告老大 目标情绪很不稳定 浩浩浩浩浩你过来 跟谁打电话呢 我老大 什么老大 现在诈骗小孩的可多了 喂 你谁啊 是我 韩总啊 你什么时候成何后老大了 因为老大会做我不会做的题 比妈妈你教的好多了 我老大还说 也可以解决妈妈你的难题 我呀 地址我发你了 明天十二点不见不散 哎 哎 把他去吧 你这是带我来看插地形 看到实景之后 对你的设计有没有帮助 我听了可以放那边 旋转路嘛 这边合适 哎 哎 car 我真的 missed pretend 有没有啊 我就我吧 1500 这是机密 反正最后都要我牵制 迟早会看 说得也是 宋小姐保到位了 喂 是浩浩吗 你弯弯的设计稿忘带了 他让你帮他送一下 快点哦 这个对他很重要 好的 我这就送过去 给我妈妈的设计稿 放心 我一定会替你交给他的 宋元初 今天我就让你彻底捕出韩式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 来到我们东城游乐场项目的启动会 下面有请我私员工 宋元初和乔越 向大家展示项目方案 大家请看 游乐场里最标志性的游乐设备 就是摩天轮 所以摩天轮的选址至关重要 我亲自实地勘测 选取了这两个位置作为备选 以上呢 就是我的方案 韩总 你还满意吗 这不是宋元初的方案 乔小姐 您的方案实在是太完美了 是啊 我看宋元初的方案 就没必要看了吧 免得说得太难看 这是我的方案 这是我的方案 这个方案 怎么和乔小姐的一模一样 大家现在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我的方和乔越的一模一样 那是因为你完全照抄我们的 宋元初 这个方案是我熬夜做出来的 倒是你 拿不上 拿出方案就直说 没必要在这血口喷枕 我看是你 偷了乔小姐的方案才对 现在还到达 你们不知道吧 这个宋元初心思不振 想抢乔小姐的老公不成 就抢乔小姐的设计方案 趁你现在脸还没丢进 赶紧下台吧 别耽误乔小姐回韩总 签索的头 等一下 乔越 既然你说这方案是你做的 那你觉得这摩天轮的位置 是放在一号还是二号啊 选一号 错 一号会被右侧大厦遮挡 影响视野 选二号 错 二号东南角方向万乐湖公园 用地亦受合乎影响 所以这两个位置都不是最佳选项 最佳的选址 十三号 有利于警官视野 强化有利于原标志 你敢耍我 既然你说这方案是你自己做的 那你为什么不知道 打眼睛呢 老小姐对项目一问三个师 拜托是真是他头 宋言处 你说这不是我的方案 你有证据吗 我有录音 是浩浩吗 你妈妈的设计稿忘带了 他让你帮他送一下 好的 我这就送过去 证据确凿 乔悦 还有什么要解释 韩总 接下来我会和宋小姐前 公司留不得你这种品行不端的 你被开除了 韩总 韩总 乔小姐可是您儿子的妈 您怎么能胳膊肘往外拐 帮助宋言出这个第三者 他才是我的妈妈 什么 宋言出和韩总 我们才是真夫妻 不 不是 都想被开除吗 还不赶快去准备签员与室 一家三号 反正我快死了 浩浩和韩晨又相处到这么一种家 不如就让韩晨给浩当这个后爹 那个 韩总 我给您准备了早餐 豆浆是现磨的 趁热喝 这是您双份奶不加糖的卡普其诺 你对我的喜好那么了解 给我儿子找后爹 有那么多调查调查吗 哎 找我有事 他这是终于明白我的心意 想和我成为一家人了 也不知道他们这种未婚男性 调不排斥简单儿这种事 我还没说呢 他就同意了 虽然你的态度很明确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一起晚上吃个饭 认真严肃的 讨论一下这件事情 好 哎 哎呀 怎么开口啊 算了 酒状怂人的 先喝一口 先喝一口吧 你听了我们一起吃饭 老人说这种瓶子里的酒最容易喝醉 这个家没有我迟早得在老大和妈妈的幸福就靠你了 我记得我从来 你这个吃饭 你太想吃wich了吧 我还要不要吃饭 我最后要吃饭 你不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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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可是我做饭 你不吃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慢点去,很热 很热 很烫 这么烫 我自己来就行,谢谢 是你啊 原来是你 想起我了 那,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这些年 陪在我身边的人 一直都是你啊 当年毕业,你眼睛好了 我直接就去找你了 可是看到江旭在跟你告白 而且你也答应了 我以为你喜欢他 所以,我就没敢再打扰你 那是因为他冒出你的身份在骗我 你的意思是 你喜欢的一直都是我 一直都是 天初 我终于等到你说这句话了 你傻子 我喜欢你 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 我就喜欢你 可是 我是个胆小鬼 一直不敢对你表明我的心理 所以 只能莫名地关注 大四那年 你的作品在国际上得奖了 不知道 我比你还要开心 可是我一看到江旭那个混蛋欺负 和我的亲手伤 还好 老天爷又把你送到我身边 放心 这一次 我不会再放开你 明初 你愿意嫁点 不是贫血 是脑癌 脑癌晚期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了 明初 怎么了 没怎么样 我说我不愿意嫁给你 听不明白吗 我们刚刚不是聊得好好的吗 而且 你也说了 你喜欢我的 我已经是个大人了 当年是我不懂事 而且我现在 经历了那么多 我也是一个当孩子的妈了 离过婚 想法早就改变 没关系的 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 无论你离过婚 还是生过孩子 都无所谓 如果 你是担心浩浩的话 我保证 我会好好对他 对他师如己出 拉倒吧 你好歹也是韩式集团的总裁 一定要这么死成乱打的你 实话告诉你吧 其实我压根就不喜欢你 这么多天接见你 无非就是得到游了长相 你在我眼里 就是一个可有可恶的工具吧 骗人的对不对 如果你对我没有感觉的话 昨天晚上怎么会和我们会 昨天晚上 你是说 上床吗 我不说了 那喝多了呀 怎么 以为我飞你不可是吗 出去玩一会儿 我房间 好玩好玩 想继续来证明 你不要 谁让他老是讨完人 滚 被抗拒 怎么都是多余 我如何 就算你那么小 也必要这样揍进自己 你走进我是命 却又转 反正我马上就要死了 你这把我当成一个坏女人忘了吧 喂 宋小姐 这里是第一医院 诺诊 都是我的错 他生气也是应该的 对不起我错了 其实我 宋小姐还想做什么 我这已经没有项目能给你 实话告诉你吧 其实我压根就不喜欢你 这么多天接近你 无非就是得到游泳场的性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喂 老大你快来吧 我妈妈快死了 谁 宋初 宋初你怎么了 其实我得了癌症 医生说我快死了 不会的 我会找世界上最顶尖的医疗团队来治疗你的 没有 关心 一定会没事 一定会没事 我还有一个愿望 你能帮我实现吗 我一定答应你 你能当我男朋友吗 好 别说了 你答应 你答应了不能反悔的 对我 我 我 我没 我没骗你 我之前真的以为自己得癌症了 但是昨天那医生才跟我说我是误诊 我很生气他怎么能才跟我是误诊呢 但 但我又很信心 还好是误诊 很感谢 很感谢 老天爷倦过我 又给了我一次机会 韩晨 你愿意 我愿意 比赛 我来查看 你什么时候 多人 跟你给我